除了年金改革之外 国民党不满行政院所提出的前瞻基础建设特别条例草案 上一会在经济委员会强力杯葛 双方是一度上演了前五行 而民进党团原本是同意今天要继续审查 不过一大噪蓝绿又双双动员 盘踞主席台攻防战持续开打 国民党立委高喊退回宠拟拒绝绑装 甚至还在现场敲锣 民进党籍的赵伟高志鹏则是当场宣布休息 直接走人 又是敲锣又是打拔 不时还传出哨声 可别以为这是什么庙会 还是在演野台戏 这是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审查草案的现场 全开通法案 会回桥林 因为不满行政院提出的前瞻基础 特别条例草案 国民党立委上一回是强力杯葛 而原本民进党团同意再度联席六个委员会 要重新排审 不过一大早蓝绿双双动员 盘踞主席台 谁也不让谁 最后民进党籍张伟高志鹏 干脆宣布休息 直接走人 全台湾的县市首长都来反映不同意见的 专家选择也都来反映不同意见 你们还是一字不改一毛钱就改 为什么南投县 为什么苗栗县就不用建设 难道只有民进党执政的县市需要建设吗 只有三步 不会挑衅他 也不会动怒 那我们也不会跟他打架了 希望大家好好谈 那国民党不能无止尽的秀下下面 一下用枪枪枪的 一下用吹笛子的 这样已经是 我看大家看不下去 像马戏团一样了 面对蓝营炮声隆隆 要求要将前瞻草案退回行政院宠宁 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民道士老神在在 还强调不会随着国民党起舞 不过一个上午双方吵吵闹闹 说好的广泛讨论和逐条审查成了空话 审案进度当然持续归零 欢迎新闻严峻强林季祥黄云婷 台北报道